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单独 英法德单独都有否决权 中国是6% 加上日本6% 12%没有否决权 因此除非咱们到9%以上否则没有用 你没有否决权跟在联合国是完全两回事 而且这一次啊就怎么样 给我们一个名义上的2% 其实于一切世界上过去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 有一种分析是说因为IMF缺钱了 当然是这个原因 给你点小的权利 让你给我多交一点会费赞助费 其实他们是两只眼睛 一只眼睛盯着中国的钱 另一只眼睛盯着中国的经济 你要经济上来了 你再钱多交一点 我再给你一点话语权 当然如果是要到9%或者甚至以上的话 这个恐怕就要伤筋动骨了 你知道这个3% 其实3%几到6%来之不易的 欧洲一直是强烈反对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同意了呢 他反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席位下降了 他的份额下降了 而不是美国 如果美国份额下降 欧洲不会说的 但是基本过去还是没改变 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 现在其实每一次的改革 也面临着欧美的一次争吵 欧洲总是在说 说你美国天天让 比如说这些发展国家 或者金砖四国来增加话语权 你不要削减我们欧洲的份额 你美国自己把你降到15以下去 对不对 他不愿意的 那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德国提出了一个诉求 刚才江涉说 这绝大多数的统一原则 MFD游戏规则 这个85% 德国说 现在要降到75% 那美国不会同意的 75% 这还记得美国 那个否决权就不生效了 那就没有人否决权了 那还行吗 那不行的 所以面临着欧美的一场论战 现在是这样 这个很有意思 当时是美国拉着新兴市场经济体 觉得不错 我拉上来之后 然后整个的欧洲的份额 就相应的下降了 对不对 那么美国受的签字就少了 那现在你以为新兴经济体 就是一个木板一块 就让你拉吗 也不对 现在你看中国 温家宝总理到欧洲去 主动的去跟欧洲人 这个进行一种和平外交 然后其实你想 希腊的什么欧元债 希腊的那些港口 什么投资量非常大 那现在又是一个 新的合纵连横的关系 那么连横了之后 我想这个6% 就是欧洲要同意让出来 恐怕跟中国 这个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工作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然后做了之后 欧洲想想反正也不是伤筋动骨的事情 也就同意了 但是你想 这就相当于这个卧塔之旁 现在是睡了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至少有一天 如果是中国经济往上走的话 那就是一个合纵连横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是不会变的 美元代替英镑多少时间呢 中国刚刚开始 改革开放30年 那么美国美元代替英镑多少时间呢 总体来说的话 100年的时间 中国还要有70年的时间 有可能中国的份额就 真的到了15% 甚至20%也说不定 可是大家了解 国际货币基金运作 哪是这么简单的 哪是一个股权性的决定 我给你举个例子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国际货币基金 严格要求修合疗法 我以韩国为例 怎么修合疗法 好 规定 韩国各大上市 给予严厉的制裁 到最后就还不起债 还不起债什么结果 韩国人家银行倒闭 第一银行倒闭 十五银行倒闭 最后 第一银行被美国新桥 给收购了 索隆银行被 汇丰银行收购了 到最后就发现 修合疗法结果 是韩国银行 被欧美银行给控制 再跟美国 美国这一次的 金融海销危机 结果是什么 竟然是 欧洲也是一样 现在有什么 注资给银行 没有人倒闭 那你凭什么 让韩国两家银行 被你外资 被你欧美各国收购呢 因此你看 你发现了 他们整个救助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倾斜都是不一样的 不跟你 不随你的股权而移转 他就是怎么样 就是欺负你 欺负你亚洲国家 好了 那再讲一件事 97年的时候 亚洲金融危机 日本站起来说话了 日本说 不能够光靠国际货币基金 对他的信任是不够 搞个亚洲货币基金 搞个1000亿美金 当时中国韩国等国都很支持 希望能够搞一个自己的基金 来帮助自己的国家 那当然了 美国是威逼利诱 硬把它压下来 可是更严重是什么问题 那就是 如果真的搞这个基金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对于亚洲各国而言 国际货币基金 要救助他们的时候呢 要求所有银行 所有公司 把财务报表全部公开 那根据你真实的财务报表 真金白银的展示 给国际货币基金看的时候 他们派出几千人 进入你的各个部会 包括你的各个银行 然后帮你解决危机 那我请问你 日本如果搞个这个所谓的 我们亚洲的货币基金 我们有这种能力吗 我们有可能看到 别的国家的财务报表 我们可以派出几千人吗 可能吗 不行的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 跟联合货币基金完全两回事 那就是说 不是一个股权的问题 值得我们兴奋 而整个操作的话 我们根本还没 它整个操作水平之细腻 之复杂 这点我们是 远远地不如他们 这才是我们谈到 国际货币基金 我们应该关切的话题 那就是 你如何能够学到 国际货币基金的灵魂 而不是拿表面上 百分之级的股权 那也不是太重要 当然不说完全不重要 那不是太重要 真正说是你如何操作 所以现在我们说 我们现在加权了 而且我们管理层有人了 这不就是学习 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过程 你要人家的钱 你就得听人家的话 这是一个千古通责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出了一部分钱 话语权增加了 这个话语权增加的部分不多 但是你要说 现在中国有没有深入 说深入敌后 成为全球金融领域里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个拥有非常重要话语权 没有 没有 我可以非常明确说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 那个中国银行业协会 开会我过去 然后有一个非常 国内非常重要的 一个银行的董事长 他在那儿说 他到这个瑞士区 参加国际清算银行的会 那个在做的就是 欧洲那边的银行家 在滔滔不绝 然后他们滔滔不绝下来之后 就把这个规则 游戏规则给定了 是是是 就游戏规则给定了 他根本不听你 这个任何什么话的 你要有些话可以 他表示民主的话 他会倾听一下 但是事实上 因为你的整个清结算系统也好 你整个的游戏规则系统也好 相当于你的神经中枢跟你的心脏 都在瑞士 或者都在这个纽约这个美联储那边 所以你有什么办法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现在你外汇储备有很多 人家需要你的这部分资金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说 我一手交钱 你一手交货 所谓一手交钱 我就说我的份额 我交的那个经费多一点 但是你给我增加一些话语权 这就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 但是要离中国说 有话语权 中国说一声话 比如说美联储说一句话 人们全球都会抖三抖这样子 这个还早得很 你不要以为说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 说中国现在 比如说证券市场大跌 那么欧美的股市 有可能也会看看中国的脸色 或者中国进口的什么煤炭少了 铁框是少了 人家会看看脸色 这个都是其次的 游戏规则这一块还不在中国这儿 所以这个是中国未来 几十年要做的事情 这同样是一个历史维度的命题 叶老师是学历史的 你就看 就近百年来 中国近代所谓屈辱史 让中国现在的民众 包括中国这个国家 对于这个话语权 话语即权利 福科说的 有这种格外的一个渴求 我跟你说是市场说了算 所谓的话语权 我学历史 我掉了点书袋子 在中国 在以前上海 旧上海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银行间的隔夜拆解利率 或者是这个当时白银的这个汇率也要 中国是白银本位置的嘛 当时跟这个跟外币的利率是谁说了算 基本上是由花旗汇丰这几家说了算 因为为什么 他们掌握了这个绝大部分的市场汇额份额 然后他早上 所有的中国银行银行家早上看看 他们挂出了牌子 今天是多少钱 那就是多少钱 对 就是市场 就是由他们说了算的 石油铁矿石都是一样的 都他们说了算的 我们都说了不算 来讲我们对于大国地位的一点点丧失 或者一点点上升就格外的敏感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3%到6% 看起来好像份额 虽然很艰难 看起来也不高 但民众非常欢欣鼓舞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里面一个关键词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家权 或者一个大国的一个地位 其实包括前些年央视盘 那个大国崛起的一个纪录片 但是很多学者反对 说他那种粗暴化的 或者是单一的一个形态 就是比如说制度决定论 或者简单的用几个因素 来标识大国崛起 或大国地位的一个界定 但是他有一点 我觉得他里面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在谈到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时候 他会重点拿金融 或者银行业的一个确定来说事情 就是他会看到 一个大国的一个地位的确定 跟金融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好 你说我们最近崛起大国是什么 是欧盟 他最后成为一个大国 变成欧盟一个国家 跟中国跟美国三分天下 那我请问你 欧盟的前身是什么 你发现是德国 欧元的前身是什么 是马克 你会发现 你往前看的话 你发现从德国 从二战之后开始 一直走到今天的欧盟的统一 那才真正是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 人家是一步一脚印 经营求运做到现在 比如说第一步 先确定 马克地位是什么 他这个地位 做得漂亮的不得了 那就是 马克在美元这个系统解体之后 立刻变成浮动 什么浮动呢 当时是4比1 对不对 4马克换一美金 到最后甚至成为1.5马克换一美金 甚至这么剧烈 德国经济还不像日本一样崩溃 这就是水平 为什么不会崩溃 因为德国的政治家在这个时候 他认为 一个大国要崛起 必须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那就是你德国在追求什么 他所追求就是一个 欧盟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那么从第一步做起 怎么做呢 那就是确立德国的地位 马克地位 因此他愿意让马克浮动 但是通货膨胀不能增加 所以德国在这么多年来 尤其70年代 80年代 通货膨胀就是在4%以下 3.75% 3.5%左右 他的这个 这个经济成长率呢 5%左右 所以为了维持这个目的 他不断靠出口 不断靠出口 然后让马克不断升职 但是呢 你会议他是不管你的 他你升职别人不管 反正他是透过出口 但出口为什么不会积累大量外汇呢 全部藏扶移民 你们企业该拿去拿去 他国家根本不要 根本不要外汇 所以德国企业 大量的美金在手上 马克在手上 加币在手上 各种会员在手上 他自己会去对冲 自己会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德国干嘛呢 维持马克的强势地位 同时维护什么 德国内部通货膨胀率极低 就这么走啊 德国开始 跟法国联合 法国联合 然后在东西的联合 一步步联合 一步步联合 一步联合 然后德国终于成为什么 一个欧盟的盟主 一个战败国 经过40年的这个努力之后呢 真正一个崛起的大国 和美国奋力抗礼啊 这是德国崛起的故事 借用教授的话 所谓核心价值 就是所谓欧洲联合 纵贯了百年 对 就是这一百多年间 整个欧洲国家联合 构成了一个 他们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这构成了大国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要素 其实对于这个德国来说的话 它这个崛起的路 是有一个做支撑的 它最大的支撑就是信用问题 其实它的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不信任美元 不信任日元 但是你会信任欧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欧元背后 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他们在讲究财政平衡 他们在讲究财政平衡 而且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他们几个央行联合起来说 我们必须要到2015年 我们的赤字降到多少 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它不会像日本一样 哇 黄发货币 像疯狂一样 这就是一个大国 应该具备的条件 你看 你要晓得 在这个经济消逃时期 搞收支平衡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人家就最后倒了 但是欧洲有它的问题 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问题 是它的高福利的政策 养了一批懒人 我无法想象一个 这个做一个礼拜工 然后一个礼拜晒太阳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这是我们媒体 有个条款叫所谓 笨猪五国吗 对 它的竞争力会强到哪儿去 这个也是地中海沿岸国家最大问题 我觉得他们自然条件太好 得天独后 在橄榄树下面晒晒太阳 穿穿泳衣 然后 这种三年吹牛多好 对 但是在中国有一些人 现在沾染了这种 未富先懒的毛病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 它财政纪律好 它们有严格的纪律 但是事实上 它们的纪律是不一致的 你说德国 刚才这个郎先生说 德国的这个纪律特别好 因为这是个非常严明的国家 我们打个比方 它就像攻凶 像蚂蚁团队一样 就是一个个方阵 排得特别好 这是特别好的 但是你想想看 冰岛 你想想看 像希腊 西班牙 这样地中海 拉丁裔的这个国家 它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就 赢吃卯粮啊 但是就能够借到多少钱 所以就像希腊危机 用多少钱 希腊危机 意大利危机 爱尔兰危机 都出来了 所以这些危机 可是你想看 可是在碰到这种危机的时候 你看看德国人怎么处理的 你看德国处理 然后你不得不叹为官职 果然是大国 先想看 建立欧盟之后 对德国来讲 是多么大的利好 过去 马克是一个货币 一个国家的货币 一直对其他货币 都有汇率风险 对不对 现在没有了 像德国 三百万家机械制造厂 三百万家 他们都不想上市 不像我们企业的 做了大只想上市 什么圈钱走人 对不对 德国三百万家企业 大家静静地做好 很多企业都是两三个人 十几个人的小工厂 做好 怎么样呢 出口机械 除了卖给我们中国之外 很多是卖给欧洲的国家 拿什么货币呢 拿欧元 拿欧元什么结果呢 没有任何规律风险 所以是只赚不赔 而且拿这么多钱 怎么办呢 借给那些笨猪国家 好吧 好了 这次希腊就是德国借钱给他 好吧 借钱之后有什么条件吗 德国有条件 为什么 他真正想成为统一欧洲的盟主 那就是过去啊 你发行货币啊 有条件的 你不能随便发行 只有一个欧元 对不对 你任何国家不能发行 可是呢 为什么希腊危机 那么乱花钱 因此德国说 好 我借钱给你 现在开始把你这个支出权 给你收回来 好吗 爱来出去对不对 没问题 借钱给你把支出权收回来 当他把你们刚刚讲的笨猪五国权 还有冰岛权都收回来之后 好了 一个国家既无货币发行权 又无支出权 变成什么国家 变成德国的附庸国 所以一个德国碰到这次希腊危机之后 反而是反手一掌 怎么样呢 成为更加严密的控制那些笨猪五国那些国家 让他们让德国真的成为一个什么 欧盟的领袖国家 过去还做不到 结果这次危机之后让德国成功了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欧盟涨到1.40 一欧盟换1.40美金接近了 让他前三个月还是1.19而已 你看看 德国人 所以你看这个德国 这是非常可怕的国家 它这个水平 它们永远在日本之上 这才是值得我们关切 我们要学习的 那你看你说 它在国际货币基金里面 它是5%的投票权 它无所谓 它无所谓 为什么德国把英国加起来 上超过15% 但是真正的实力 不是表现股权 真正实力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的追求是什么 刚才说了 那个德国这一块 我想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 就是说 他在经济上统治了 这个沿周边的国家之后 怎么在文化上 精神上还要统治他们 这个要给他们催眠吗 因为因为是这样 这在欧洲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难 为什么 就是 更多国家就对文化 当时德国跟这个希腊 不是德国 德国国内也有反对的声音 说我们钱给希腊 你看他们那么蓝 对对对 晒太阳 对对对 我们我们这么做 然后我们又去援助他 那希腊还不高兴呢 接他援助 但是希腊也不开心 德国人很不高兴 说德国国民当时都不同意 说我们不应该援助 希腊人也不高兴 希腊当时 当天媒体上就登出来说 你看看 你在二战的时候 是怎么侵略我们的 把我们换个救账 你应该就是赔 你应该赔我们多少钱 所以你现在这个不是说 是援助我们的钱 你这个就相当于 赔款的钱 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历史上 和文化上的不同意 但是德国跟日本比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除了它金融战 更擅长之外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德国的福地是很深的 所以基本上 欧元去扩张一个国家 德国的出口就多一个国家 它的福地非常深 所以它确实是的 今年上半年很多人说 欧洲经济要完蛋 我一看德国那个出口 我说完怎么完蛋 它是领导国 它不可能完蛋 我说完怎么完 因为它的出口很好 今年上半年 是德国的一个小奇迹 所以你看看 但是它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欧元去又扩 欧盟又扩张了 又往东扩张了两三个国家 对不对 那么扩张了之后 它的出口相当于 又往周边延续了 又又赚到欧元 又没汇率风险多好 然后像东欧国家 扩张之后 卖东西给它 赚到它的欧元之后 再借给它 然后又控制它 但是德国你要注意到 很多时候是主动的 你比如说 它在汇率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说 人民币的汇率战 我那时候说 你如果说在2003年 你的汇率就自由浮动 然后常汇于民 就不会有今天 这样被动的局面 今天再放开 确实比较被动 所以你那时候 你意识到你的出口 要大发展的时候 你就应该 你就早该有想法了 汇率要自由浮动 而不是什么 到今天能跟它们 头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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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根本来不及了 那时候德国就是这样 你想德国跟日本 日本是最后逼得没法子 当然日本当时 也非常的踊跃 觉得我可以这个日元升值 但它后来 现在尝到俄国 德国是非常清楚的 德国的外国 所以配合你的话讲 只有日本的5% 它的出口跟中国一样多 多么可怕的国家 人家早就未雨绸缪了 人家什么 就你刚刚讲的 仓富于民 仓汇于民 所以德国企业 手上都有欧元 都有美元 都有价值 什么都有 所以它根本没有 什么汇率的问题 因为哪个货币涨了 它的无所谓 哪个跌的无所谓 因为它什么货币都有 它自己可以做对冲 我们就不行 我们你看 我们强制结会的 结果是什么 所有企业都拿人民币 因此人民币 甚至他们就麻烦了 出国企业 那如果我们的企业 也手上有欧元 有美元 那它可以自己对冲 就不需要政府来烦恼 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但是所谓的 这种深谋远虑也好 或者深层次的思考也好 包括欧洲联合也好 它只是一个区域型的大国 它做不了一个 所谓能主导世界的大国 世界大国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所谓核心价值观的 一个输出 一个影响 你比如说基督教文化 或者是普世价值 它可以推广开去 但是在这种时候 第一 你真正站得住脚的 第一是市场标准的 一个垄断权 谁能垄断这个市场标准 起码把这个市场 就可以垄断了 你就必须按照 这个游戏规则来玩 第二的话 你所说的普世价值的问题 普世价值是必须有一种 就是它的支撑点 你比如说金融危机之后 大家都说华尔街的文化 那是一种掠夺文化 大家都在反省 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 是不对的 我必须要反省它 那拿什么来替代它 不知道 就跟美元一样的 就是说 谁都意识到 美元很不可信 但是呢 离开美元 又不知道该怎么活 找不到一个替代物 找不到一个替代物 我还记得前些年炒作 是华盛顿共识 虽然咱们不说结果如何 但起码它是 辐射了很大的一个区域 后来有一段时间 说北京共识 媒体炒作 北京共识取代 华盛顿共识 后来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亚洲人 有时候确实比较浅 眼光比较浅净 最近你们应该在做中日的事情 我想其实最近是亚洲联合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比如包括东南亚 然后中国跟东北亚的联手 对不对 成立一种亚洲的基金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是又要说了 这个是一种 你当时清算的越彻底 那么你后面的融合也就越彻底 我们说可以这个德国的总统可以在那儿下跪 他可以反省的 彻底反省的之后 然后到最后是一个彻底的融合 而我们呢 大家都很有面子 然后二战结束之后 也不知道这个责任是谁的 中国说我是受害国 日本说我也是核弹的受害国 大家都受害国 都不知道责任是谁的 所以到现在还在纠缠于二战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真是眼皮之浅 真是目光短浅的典型 然后金融危机之后 我当时就在想 亚元是不可能了 现在还早 但是一个亚洲的共同的基金 水到渠成啊 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东亚共同体 包括当年马哈蒂尔提的时候 都已经都好多年过去了 那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每次都 你要晓得这个时候 你想做到你讲的这步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像德国这样 这个瑞智的国家 经过几十年的运作 我们哪个国家会这么长远的眼光 日本人都没有 你要成为大国 你就必须有这样的眼光 就必须要这个表现 要不然你就不可能成为大哥 不可能成为大国 欧盟前进两步退 或者起码还在往前走 走了半个世纪 而东亚就从开始 喊出了东亚共同那天 喊出亚元那一天 就没有前进过 是这样子的 也不能说没有前进 你想金融危机之后 一度我曾经很抱有希望 为什么呢 中国跟东南亚签的一些边境结算 你都还比较年轻所以还抱有希望 对不对 充满了幻想是不是 不是 那你看他们当时做的那些货币 跟韩国的货币互换 包括这个增加这个共同基金的份额 当时都已经溢到这一步了 但是每次不管谁提出来的 这一次是东北亚共同提出来的 然后马上那个军演又来了 钓鱼岛的事情又来了 然后在那个97年 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提出来日本提出来 马上受到美国的压力 你想想看谁最害怕 那个东亚的这个共同基金 所以回过头的关张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 其实投票权话语权很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你一个国家想要追求什么 核心诉求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看文化文化人类学 对那个文化有个界定 同心园的一个界定 最外层的是器物 中层的是制度 最里面再是你的核心的精神观念 或者核心的价值 让它成为一个大国 或者说中国距离一个世界 真正一个大国有多远 可能就核心价值的一个营造 当然 当然